另外可能会影响到现在正在收看新闻的您 因为很多的收视户会受到影响 旺旺中石集团并购有线电视系统的这个中家被学界警告 将变成一个媒体的怪兽 那么学者就发起联署要求NCC必须要召开听证会 结果NCC发言人陈正苍不回应 一级主管也拒绝说明审查的进度 现在NCC内部更传出 由于反对旺中案的陈正苍等三名委员 即将在7月任期就要届满了 因此这个旺中案恐怕会在委员交接的期间 就给他偷渡成功 让全国百万的收视户权益受损 那个问题会本人所能回应的 旺旺中石集团并购有线电视系统商中家 成了NCC不愿碰触的敏感议题 身兼发言人的副主委陈正苍必而远之 NCC及主管也以休假为理由不说明进度 攸关百万用户的并购案 没人知道NCC打算怎么做 旺旺中石旗下事业体庞大 无线电视台有中视 卫星频道有中天 再加上平面的中国时报 工商时报 还有时报周刊等 集团版图横跨平面及电子媒体 一旦旺旺中石并购中家 将拥有全台118万用户 换句话说 旺旺不只能决定提供什么样的节目 还能决定你家里能不能看到其他台的节目 对台湾言论自由是一大挑战 旺中宽评特助赵玉培认为 现今提出质疑的学者 大部分都没有参加去年听证会 不能因为个人好物就做决定 但以承认仓为主的三名委员 今年7月任期届满 到时只剩下苏衡等四名委员审查 旺中案恐怕在委员交接期间闯关成功 百万用户的权益 就这样被少数人垄断 一点是综合报道